好来看到花莲县记者协会第12、13任理事长的交接典礼 19号上午在汉平酒店盛大举行 由卸任理事长梁国荣交棒给新任理事长洪本翘 那么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最后在会员们跟贵宾的欢笑当中圆满成功 花莲县记者协会第12、13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19号上午在汉平酒店盛大举行 由卸任理事长梁国荣交棒给新任理事长洪本翘 现场贵宾云集纷纷前来给予祝贺 这些会在梁理事长领导之下或其对于我们地方不管是县府 不管是党务工作不管是我这边所发的一些新闻 都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关爱、关注、关怀 那我充满了感恩、感佩、感谢之意 那对于本乔兄我期待很深也期待很高 那么我看到他的才华我读过他写的文章 下笔熄文如蜥蜴流水啊 专业学生没有话讲 所以我想他父母亲帮他取本翘 我想也不要不负父母亲对你的爱好 那君子务本本力道深啊 翘首东望谁已争锋啊 这八字啊送给我们 新任理事长洪本翘除了感谢谢任理事长梁国荣 及其团队过去的努力 也颁发当选证数给新任的每一位李坚士 因为我们宫本翘他是一个理事长 他是一个热情幽默 而且带来相当和善的一位理事长 我也希望未来的记者协会 也可以在这样的热情幽默 带来和善的氛围之下 可以跟更多的社会各界来互动 那么甚至在新闻联系 新闻的发布方面 也因为他的这样子 很正常的特质 我们可以突过某一些新闻联系 采访的一些困境 既然协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维护会员的权益 然后可以跟作为协会成员 跟外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当任这个季协理事长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义无反复 义无反复 我也希望在未来至少这两年 协会成员大家能够更团结 大家能够更团结 只有我们自己本身团结 才能够在外界 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最后也在会员们 与贵宾的欢笑声中圆满成功 记者 许丽琴 华林士报导